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这对颇具争议的夫妇 刚刚结束了他们的尼日利亚之旅 尽管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消息人士证实 哈里和梅根是以私人身份访问尼日利亚 英国政府没有参与安排或促进他们的计划 但很容易发现 他们就是以王室成员的身份来完成这次旅行的 对此资深的王室专家汤姆奎因在当地时间5月16日称 哈梅的伟王室之旅让国王查尔斯三世和威尔士亲王威廉感到非常愤怒 你对正式王室访问的期待都在那里 招待会、参观学校和慈善机构、伤兵和残疾人汤姆 奎因这样解释说道 梅根和哈里的演讲以及他们的整个态度都是为了给人一种印象 及他们仍然是在任的高级王室成员 这激怒了威廉和他的父亲 他们一点也不喜欢 按照汤姆的说法 梅根哈里现在已经有些耍无赖的意思了 即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许可仍然可以是王室成员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 哈梅当初闹梅托 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王室的条条框框 进而想出了半进半退的方法 即想履行职责的时候就出现 不想的时候就任由他们折腾 但这样的想法遭到了当时还在世的女王的否定 最初到美国时 梅根哈里摆出一副我们不愿意当什么王室成员的架势 却也靠着消费王室牟利 但很快这条路就行不通了 观众看清了他们伪受害者的嘴脸 那些名人更是迅速地远离他们 既然赚钱的道路即将被堵死 那就索性耍无赖吧 我们就说自己代表王室 你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据消息人士透露称 梅根哈里自认为 此次尼日利亚之行很成功 他们计划在今年 还要继续这样的伪王室之旅 而目的地仍然是非洲国家 他们将会在未来几周 分享尼日利亚之行的细节 知情人士这样说 之后他们绝对有可能返回非洲 进行更多巡演 自称拥有43%尼日利亚血统的梅根 的确在当地被高看了一等 但问题是 如果他没有那个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头衔 估计也没有人会把他当回事吧 既然查尔斯和威廉感到非常愤怒了 他们会想办法应对吗 有评论认为 对于硬要耍无赖的人 王室方面还真是挺头疼的 就算剥夺了他们的头衔 但哈里士查尔斯儿子这件事 也是无法改变的 国王的儿子不就是王室成员吗 有很多英国网友指出 说到底还是媒体 给予了哈梅太多的关注 虽说评论区里 对他们的骂声一片 但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 让人们想忽略他们都难 这也是哈梅如此高调的原因 何况真有非洲国家喜欢他们呢 另外 从伦敦至加利福尼亚 这段旅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跨越 更是心灵上的一次沉重迁徙 哈里脸上的沮丧和不安 犹如一部无声电影 向外界透露了 皇室内部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 引发了一场关于亲情 责任与权力的深刻反思 想象一下 哈里满怀着期待 踏上了与父亲查尔斯三 是国王和解的征途 却遭遇了冰冷的日程表 和无法兑现的承诺 这背后的故事 远比表面的形成冲突 要深刻得多 是查尔斯国王繁忙的公务 真的让他分身伐术 还是潜藏的裂痕 让这位新君王选择了回避 在哈里心中 那次未能成形的会谈 无疑如同一记重锤 敲碎了他重建家庭桥梁的 美好愿景 据皇室观察家汤姆 奎因透露 哈里离别时的神情 是他内心情绪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充满仪式感 与传统的家族中 私人的痛苦 往往被公共责任所掩盖 哈里或许理解父亲的难处 但在他心中 这份理解 却不能完全抹去被忽视的痛楚 他的笑容背后 藏着不为人知的失落 就如同他在加州的家 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却依然无法驱散内心的阴霾 身体语言专家朱迪 詹姆斯 同时也是哈里 与梅根故事的密切关注者 他对劲爆的分析 如同一部情节 跌宕起伏的迷你剧 在尼日利亚 他们仿佛是 Parent Trap中不可分割的双胞胎 穿着情侣雨衣 亲密无间 然而 一旦回到加利福尼亚 画风突变 梅根的步态 恢复了好莱坞式的 决断与自信 而哈里则显得黯然失色 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梅根的每一步 都像是在向世界宣告他的独立 而哈里则成了那个 在他光芒背后 默默搬运行李的身影 尽管尖锐 却也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 这对夫妻的关系 是否正处于某种微妙的转变中 梅根的女王杀手步伐 与哈里王子的沮丧 是否预示着他们婚姻中 隐藏的裂缝 还是 这仅仅是现代关系中 常见的情感波动 一种在公众注视下 被放大的日常互动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在伦敦的晨曦中 一场前所未有的警钟 在皇家学会的庄严殿堂内响起 新任陆军航空兵总司令 威廉王子 身负未来国王的重任 首次公开踏足 抗军速耐药性的严峻战场 这不仅是他作为英国皇室成员的 一次重要亮相 更是向全球发出的一声 紧迫呼唤 仅是我们正处于一个 决定人类命运走向的关键节点 我们的河流 那曾是生命之源的清澈流动 如今却因抗生素的污染 而黯然失色 广袤的海洋 地球最后的纯净疆域 正被含有那样细菌的微塑料 悄无声息地侵蚀 与此同时 森林的碑戈 回荡在每一寸被砍伐的土地上 生态系统的崩溃 如同潘多拉的盒子 释放出新的疾病危险 威廉王子的话语沉重而紧迫 直击人心 将一个复杂而鲜为人知的危机 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末日预言 而是冷酷的现实 每年 全球有近500万人的生命 因抗菌素耐药性 AM2 悄然消失 这一数字 预计将在2050年 飙升至惊人的1000万 面对这场静默的疫情 威廉王子的发生 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责任感使然 更是一位父亲 对未来时代福祉的深切忧虑 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 否则 这将是一场跨越时代的灾难 威胁到我们孩子和孙子的未来 身着鼻挺的黑色西装 搭配简洁的白色衬衫 与一抹蓝色图案领带 威廉王子的形象 不仅是优雅的象征 更是行动力的化身 他在世界共同解决 抗菌素紧急情况会议上发表的 不仅仅是演讲 更是一份行动的宣言 他赞扬全球在应对AM2挑战上的努力 同时也强调 这是一场需要全球携手 跨学科合作的持久战 作为英国政府推崇的软外交力量 威廉王子的这一举动 标志着皇室角色的新转变 从传统的象征性存在 转变为积极的社会变革推动者 他的倡议 是对全球卫生体系 食品安全 和气候适应能力的全面审视 体现了皇室成员 在现代社会中的新使命 引领公众意识 推动全球合作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是未来王位继承人 乔治小王子的身影 这位年仅十岁 已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沉稳 与好奇的孩童 不仅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希望 也是君主制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 通过即将播出的 《乔治王子》 《未来之王》专题纪录片 世人将得以窥见 这位小小继承人背后的成长故事 了解他是如何在正常与非凡 之间寻找平衡 学习如何在未来担起领导国家的重责 乔治王子的教育 礼仪训练 以及皇室如何在保护传统 与拥抱变革之间 寻找到微妙平衡 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这不仅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学会 做国王的故事 更是关于一个古老制度 如何在新时代 焕发新生的探索 在威廉王子的带领下 英国王室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引领着世界看向一个更加透明 更加负责任 同时不失尊贵与传统的更现代时代 在这个关键时刻 威廉王子的行动 不仅仅是对抗均素 耐药性危机的响应 更是一次对未来的深刻思考 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守护人类健康 维护生态平衡 以及培养下一代领导者的责任感与远见 这一系列举措 无疑为全球公共卫生议题 注入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